blah blah 高鞋腿 我們到小印度啦 這其實是我第一次來 之前都沒有空來 這邊充滿著印度的抑鬱風情 我們現在走了30分鐘 終於從小印度走到了哈治鄉 千萬不要在中午幹這個事情實在太熱 都沒有這樣的地方 它這項這邊的建築確實就是五顏六色的 然後剛剛那邊是一個穆斯林寺 然後從這邊就可以聽到 然後裡面在念經唱詩 這種感覺 這裡面感覺五彩斑斓 在這裡看到了阿拉比卡 我們喝完咖啡 我們喝完咖啡 終於逛了哈治鄉 其實就是真的是一條巷 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咖啡 晚上是酒吧 然後還有無數無數的photo booth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拍照文化這麼流行 如果你愛拍照 你可以去逛一圈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只是為了吃 或者說看看風景建築 不是很推薦去 這一路走過去 也沒有利鐵站 也沒有巴士站 而且還特別熱 到了公交車 下來就是這個救喜街警察局 從後面看真的好壯觀喔 這顏色真的好漂亮 我們到Gardens by the Bay了 其實本來要去福康寧公園 打卡一下 但是實在走不動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植物園吧 然後我們現在運氣很爽 因為是夏天 它那個Flower Dome裡面有莫奈展 所以我們可以順便看看它的沉浸式 什麼而言 視覺盛聽Exhibiti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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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Cloud Forest 現在已經開始變涼快了 很開心 涼快 著名打卡景點 拍照 Cloud Forest 就是有這些階梯狀的彈性 我們要爬上去 我們要爬上去 這裡其實就是一條道走到黑 根本不用擔心會演你 外面就是金沙 marker 好 在那裡 影片中奔 來 毛毛多的人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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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奈再打 鼓 现在我们要去Flau Wodong 买的是脸片 我们到这里特殊的莫奈掌了 莫奈的小房子 看完这样再来看抗扎 知道一下背后的密集 看完植物园 现在我们要去吃 现在我们要去吃 海鲜啦 我本来订的珍宝 后来听说珍宝 现在更加的适合游客 所以我们就 重新订了Long Beach 现在去Long Beach吃海鲜 Long Beach 我们提前到了 现在5点15 好早 现在还没有很多人 是个周五 还好提前定位 看看点什么吃 还有三二八的双人豪华套餐 八二八天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 春子 还会挺好的 我们点了那个三二八的双人套餐 这个是 春子 是吗 春子 尝尝看 好长一条 好长一条 不要再转 黄油味好多 帅也好多 好香哦 蟹 好大一只 哇 好大一只黑椒蟹 是螃蟹就是要用手 啊 sorry we ordered some drinks Can we get the drinks as you want 嗯 Coke Zero and Tiger And Tiger And Tiger Yeah 开动了 然后些腿 可以 太可乐了 它会掉下来 嗯 上 这个素菜叫什么 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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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最后一份 龙虾意面 这个摆得好好看 这个面接是酱油的 嗯 尝一口便 哇 哇 这味道好神奇 哦 这蘑菇好好吃 嗯 还不错啊 哦 好长 好大一块龙虾肉 很辣一点啊 这肉吗 嗯 好吃 好吃 它应该就加了盐吧 蒸出来 它有娃娃菜的味道 它放了酱油 我怕把我牙给崩了 算了 先吃下面的龙虾 还有葱 偏偏吃有质感 嗯 好久没有吃到 这边的芒果也感到 是吗 芒果很好吃 现在回去了啊 又走在五节路上 买了这个 Mr.Coconut 来了那么多次 竟然是第一次 就点了最原始的 原味的 然后 没有加糖 我加了 White Pearls 我家暑假了 Coconut 我感觉Coconut 比White Pearls好吃 回家啦 休息了 今天是櫻桃小丸子 出发 出门啦 今天出门比较晚 我们现在就要去吃午饭 今天也要去吃午饭 今天也要去吃 这个大卡的 328 巴东 拉萨 我们到 加东 拉萨啦 谢谢 我们坐了20站 20站 的公交车 通到了这个 328 巴东 拉萨 他们很神奇 他们吃拉萨只有 勺子 没有筷子 尝尝看怎么样 果然我跟 西米的拉萨的味道不一样 它没有饭就是有道理的 它面条都变成一段一段一段 它这个海鲜的味道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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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米的味道好多 很好吃的 城里费其实不是很辣 应该在国家也少了 它只有两种选择 就是勒萨和鸡丝勒萨 然后默认的勒萨就是海鲜 我们店的都是默认的 我感觉这种有名的店好处就是 我们不需要做选择 它就只有那一个东西 我相信他们 这一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这个Longes特别的 适合这个天气 超爽 我们现在吃完乐萨 买了一杯网红咖啡 然后我们打算去一个叫什么 昆森 Road逛一圈 这是以前殖民地留下的建筑 哇这个庙好漂亮 感觉有好多的种就是 庙上面有很多的佛的这种色 这个是从这里开始感觉 就已经有一点的这种 彩色小房子的味道 到了我彩色的小房子 就是这个昆森肉 彩色的小房子 是吗 这个面条更新 来打卡这家 我们刚刚在查那个佛亚寺的简介 发现了Interesting Facts 说佛亚寺除了供奉施加蒙尼的佛亚 是以前专门提供外国建里的机会 震惊 呼吸 化优传 这是让我们一起拍拖 维诈 是